Civic 9代的車友們,大家早安 有一段時間沒有跟大家一起來直播分享 安裝Civic 9代的影片 那今天呢,剛好車友過來捧場 剛好有空檔 所以我們就開了直播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安裝KT避震器的一些流程 那這台車,車友很捧場 加上有一位很漂亮的女車友 有裝過我們家避震器一起做分享 所以也很謝謝車友那麼捧場 那這台的話Civic 9代跟8代 它在避震器的上部結構很類似 是在擋板的下方就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所以從這個地方呢,我們把它掀開之後 它本來是有一個維修蓋 這個維修蓋打開之後呢 從這個地方呢,就能調整阻尼的 那KT的道路板或者是競技板呢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上座的部分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都直接有附一個全新的上座 而且這個上座的指推軸承呢 是使用日本Coyote的軸承 所以耐用度上的話相當的好 而且轉向起來呢,也會比較輕盈 那最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不需要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譬如說呢,這台車是一、二年 那這台車的車油呢 里程數沒有用很多 有的一、二年可能開了大概十來萬公里 避震器呢,也可能差不多已經 平臨快壞掉了 那如果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的話 就可能會有異音的狀況 所以KT的話呢,都有附一個全新的上座 那阻尼的調整,從這個地方來做旋轉 往順時針的話,這樣就變硬 逆時針呢,就是變軟 所以它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調整阻尼的秘訣呢 就是左右邊要一致 這個是駕駛座這邊 然後另外一邊呢 這邊的話,左右邊要一致就可以了 前後的話,可以不用對稱 那今天的旅軒輪胎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這是應該是205556 對,205556了 這個原廠的規格 原廠是大概九代的話 大概前面三到四指幅 後面大概四指幅左右 今天預計降下來呢 大概剩下兩指幅左右 所以後面的話呢 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 車友還有加夠了羊角調整器 我們先來介紹前面好了 前面的話,一般道路的版本呢 我們所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7公斤 這個是7公斤的彈簧 那今天降低大概兩指幅 調整的車高呢 前面的部分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我們把腳管上方的這個齒輪狀的托板 把它懸鬆之後 它的整體長度呢 如果縮短,車高就會變高 變低 那它的最高跟最低的調整區間呢 最高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最低的話大概是剩下半指幅左右 前面是配置7公斤的彈簧 那前面的懸吊系統是麥花城呢 所以麥花城它的作動不只負責上下 當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呢 它還要負責旋轉 所以這個托板呢 安裝完畢之後呢 一定要記得把它鎖緊 那這台車在台中 在桃園 我們都有試乘車 所以如果有北區的車友呢 想要試乘的話 可以找我們板上 我這篇文章在直播的是有Tag的葉大俠 葉大俠他自己也是開Civic 8代 9代鄉親的車種 可以找葉大俠呢 來做試乘 大俠早安 那這一個的前面的離載串9代的話呢 就直接沿用原廠離載串 不需要再買強化的 那也不需要再改短的 直接用原廠離載串的鎖點呢 就可以了 所以它的耐用度呢 會比較耐用一點點 然後這邊的話呢 基本的ABS感應線 或者是油管固定架 這些都是比照原廠的位置 都符合原廠安全規定 那在用料的部分 這個就是KT比較特別的地方了 像裡面的油風 我們所使用的油風 是日本最大的品牌 日本NOK的油風 主尼油的話 又更特別 主尼油的話 不是 像一些品牌呢 來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 所以它的油的品質 穩定度相當好 這個油品的話 是意大利IP的主尼油 這個是從意大利一整桶進口的 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油品 所以它的穩定度呢 相當的不錯 缺點的話 應該是我們採購的成本會比較高一些 這是前面的部分 那後面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好了 來這個是後面的彈簧 上部的橡皮的話呢 不需要使用 但是彈簧下部的橡皮呢 就需要沿用 這個是道路版本的 所以它的上座 原廠算是有一個橡皮啦 它的上座的橡皮呢 是大顆的橡皮需要沿用 那防塵套 這個防塵套相當的長 而且比較寬鬆 當車高降下來之後啊 我們把車放下來 它會整個把軸心照住 然後這裡也不會積水 所以這個的防塵效果呢 是相當的好 設計上呢 有點跟原廠比較類似 所以上部的話 比較不易積水 那對軸心的保護呢 也很全面性 那後面Hilo Key的部分 這個是一個 彈簧上方有一個調整機構 那這個調整機構呢 最主要的目的性呢 就是在調整車高 像這樣的結構呢 一般如果不對底盤結構 或者是改裝品呢 比較不了解的車友 或者甚至是技師 就有可能後面的話 調車高從這裡調整 但是不對 後面的調整車高呢 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當我們需要比較高的車高的時候呢 這個Hilo Key調整機構呢 我們把它調長 然後銀色的兩個托盤 會往下延伸 它的整體長度 Hilo Key加上彈簧的整體長度呢 變長之後 它的車高就是變高 所以後面的調整車高不是靠這個地方 是靠這裡 那這個筒聲呢 一般來說一個專業的術語就是 它是在調整 自有形成 那所謂自有形成呢 簡單 比較 簡單的來說呢 就是它的筒聲調整 如果太長的話呢 它的彈簧跟Hilo Key是有可能會鬆動的狀況 那太短的話呢 它的預載 它的彈簧就預壓縮過多 那就一定不好做 太長 會有鬆透的狀況 會有危險 太短的話呢 它的彈簧預載過多 就有可能會有造成 第一個會有可能會有異音 第二個 鼠鈴呢 怎麼做怎麼調都不好做 第三個呢 筒聲的壽命呢 也有可能因此而縮短 所以後面呢 在安裝的時候 最主要最主要的秘訣呢 就是後面的彈簧呢 千萬不能預載過多 那要預載到什麼程度 預載到彈簧 剛剛碰到3mm 3mm大概一點點 並不是3公分 是3mm 剛剛這個筒聲呢 短到彈簧剛剛好 壓縮了3mm 你一點點剛剛好碰到就好了 所以這個就是後面呢 在安裝的時候 特別特別請技師 特別特別注意的地方 這個這樣的安裝技巧呢 不只是在KT 很多的品牌上呢 都要特別注意 像這樣的安裝技巧 這台車呢 其實國產避震器 不只是KT做得很棒 很多的品牌 都有一定程度的成熟度了 所以很多的品牌 會有一個狀況就是 你車友一樣是開Covic球帶 但是為什麼A車友 他的調整起來比較OK 可是為什麼我自己的車呢 調整起來不OK 那最主要的呢 就是後面的彈簧預載過多 所以如果車友有類似遇到 我剛剛敘述的這些狀況呢 可以請技師呢 特別呢 幫車友的愛車呢 看一下 是不是後彈簧有預載過多的狀況 這個就是Civic 8代跟9代呢 後面 最容易會有安裝上失誤的地方 所以這個再特別提醒車友一下 那另外今天的車高呢 原先後面 大概2055、16的話 大概是接近的四指幅左右 因為背景聲音還在安裝當中 會有嘴會比較吵 所以請車友見諒一下 這個本來的話 車高是大概接近四指幅 那今天要降低的幅度還不少 今天想要降低大概剩下兩指幅左右而已 那當這樣多連桿的懸吊 後面的話 車高降低之後呢 他的後輪的Camper 會變幅度比較多 所以也就是說呢 這個是後面的輪胎 假設我們輪胎是裝這樣子的話呢 後輪降下來之後 他的角度 我做的比較誇張 就有可能會像這樣狀況 所以就有可能會造成輪胎吃內側的狀況 其實今天來捧場的車友呢 他的本來的懸吊系統都是原廠 但是就稍微已經有吃輪胎的內側了 我們看一下這邊的磨耗 還有外側的磨耗 外側的胎穩還很深 但是內側的話呢 我就已經有磨耗比較多的狀況 所以簡單來說呢 Civic 8代跟9代 當車高降低之後 他後輪的角度呢 Camper是會變趴的 所以就有可能會是輪胎的內側 但是後面的Camper呢 原廠他設計呢 並不能調整 只能調整豎腳 就是輪胎這樣的投影的角度而已 所以當車高降低之後呢 如果降幅比較大 就會建議車友呢 要改仰角調整器 因為原廠不能調整啊 改裝了之後呢 這個地方 就能夠做長短的調整 那相對這個結構的長短調整 他就有辦法呢 來改變後輪Camper的角度 所以當車高降低之後 後輪Camper變趴 沒關係 我們這一支呢 把它調長一點點 他就能夠回復到 原來正常的Camper角度了 所以如果車友有降車高的話呢 其實都會很建議啦 一起把仰角調整器裝上去 因為呢 當你裝仰角調整器的時候 呃 是需要定位的喔 那如果覺得今天沒有要裝 仰角調整器 變器改好了 結果開了一兩萬公里之後 哇發現後輪會失胎 我們再來裝的時候呢 那等於是還要再花一次定位的費用 那其實 呃 嚴格來說應該是比較 對車主來說 應該是比較不划算 所以如果車友預算夠的話 那有降車高的需求 就會建議要上仰角調整器 那這一台呢 本來在 呃 內側的話呢 就有一個Camper 頭映可以做調整 所以後輪的話呢 只要改仰角調整器 它的角度呢 就能做得很漂亮 那在改裝避震器之後呢 還有車友很多會覺得 還不夠的地方呢 就會加強的是這一支的 呃 後防晴桿 因為八代跟九代的防晴桿 其實相當的細 好 所以可以改呢 加速的防晴桿 來 來提升操控 好 這個是後面的狀態 後面的阻尼調整呢 是在行李箱裡面 好 這個是後行李箱 我們把後箱打開之後呢 這個飾板呢 稍微搬開之後 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 上部調整鈕 在這個地方 所以從這裡呢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其實呃 也不用再拆內裝啦 稍微搬開一下就能調整的到 這個是九代 八代的話也是類似這樣的調整方式 那這裡的話呢 是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這是前面嘛 前面的話 剛剛一開始影片中有提到過的 這個上座的部分呢 是不需要沿用原廠 KD就有附了 那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後面的話呢 呃 上部的橡皮呢 CIVIC八代跟九代呢 比較大顆 所以是需要沿用的 那這個呢 這個機構 好 這個機構呢 就是後面的 呃 那個 羊腳 它羊腳的話呢 九代跟一部分的八代車款呢 它右邊的羊腳 其實有一個固定座 這個固定座呢 就是在鎖附 呃 HID的水平感應位置的吊架 所以 改羊腳調整器的時候 應該現在啦 每個品牌應該都有附這個零件 如果沒有附這個零件的話呢 就沒有辦法鎖附 那一個水平感應吊架的 孔座 好 這是原廠的避震器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水平的感應吊架的 相對位置 擺在這邊 這個呢 是右後嘛 這個 羊腳 調整器上方呢 就需要這個水平感應吊架 那這個是 HID的感應位置器 好 對 八代跟九代的後防傾桿 還有後羊腳呢 大俠說的對 大俠也很有經驗 這些的零件呢 都是共用的 OK 以上是今天 CIVIC的九代呢 安裝KT避震器 還有後羊腳調整器的影片分享 那如果車友呢 有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呢 都很歡迎呢 跟大俠 或者是跟KT的粉絲團聯絡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 謝謝九代的車友 還有捧場 謝謝 掰掰